加油 高鐵鎮捕獲野生韓國瑜 旅客超驚喜 上任後努力拼經濟 麥菜狼也首度提出 能夠憑麥菜大聯盟構想 建議大家眼光放遠 只要有訂單 不用分顏色 更無需眼紅酸溜溜 因為大股都是為了 農漁民打拼 而另一條沒必要踩的紅線 更要小心 台灣的未來 只能夠有朋友 不能夠有敵人 所以為什麼民進黨兩岸關係 我覺得絕對不可以 太惡劣了 你現在去戳中國大陸 戳共產黨 造成兩岸的緊張 獲得選票 這在玩火 這是真的在玩火 你怎麼能夠到處去找敵人 這不是很愚蠢嗎 就怕人民被推上火線 韓國瑜向中央喊話 將心比心 領導一個國家就應該知道 台灣人最想要保全的 不過就是生活與生存 怎麼樣能夠帶來效率跟效能 真正徹徹底底的 體恤基層 然後發展 所有一些可以發展的經濟 台灣人民講白的啦 兩個 兩個害怕嘛 一個害怕挨打嘛 一個害怕挨餓嘛 什麼叫害怕挨打 就是國防嘛 什麼叫害怕挨餓 就是經濟嘛 韓流蔓延撼動政局 2020版圖重新劃分 就看藍綠白誰真能掌握 明星所向 解綜合報導